6月2日2024女排联赛澳门战 中国女排对阵意大利 在前一日的比赛中 中国队横扫击败泰国势头不错 但此番面对世界强队意大利 踩边的球队又显露出差距 主场作战依然0比3惨败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首发的朱婷此役并没有入选首发名单 第一局中国队打得非常顽强 虽然一开始比分落后 被意大利女排的强势进攻打乱了节奏 但进入比赛中断之后 中国队开始逆转局势 甚至一度18比16反超了2分 看到赢下此局的希望 但关键时刻 吴孟杰扣飞意大利反超拿到局点 随后一股作气 25比23惊险拿下 值得一提的是 朱婷在首局末替补上场发球 随后被换下 到了第二局 中国队的发挥依然比较沉闷 大多数阶段僵持 篮方上拼尽全力 但是面对意大利的多轮强发球 场上球员的发挥还是有起伏 特别 局末阶段 面对艾格努大力挑发落点 出现变化 出现失误 而主教练蔡斌依旧没有重用朱婷 导致阵容变化太单一 第三局比赛 中国队一上来打得很积极 比分也与意大利咬住了 林盈拉开4号位斜线打中 双方战指8比8 不过随后的比赛 意大利女派再次打出小高潮 15比9拉开分叉 一下子打蒙了中国队 蔡斌也没有叫暂停 球员们在赛场上失误不断 越打越着急 比分已经来到了17比9 非常悬殊了 最终中国队再输一局 总比分0比3被意大利横扫 而面对全场多次高喊朱婷的呼声 蔡斌也是充耳不闻 这样一来 中国女派在本次澳门战的比赛全部结束 击败荷兰横扫泰国 但输给了日本和意大利 两胜两负 最关键的是 朱婷回归球队 但没有获得太多的出场机会 这也让主教练蔡斌备受争议 综合看来 中国队还需要实力更强的球队检验 而意大利队正是这样的对手 意大利队世界排名高居第五位 前七场比赛 他们一度取得了五连胜 直到上一场 五局大战2比3 西败给了巴西队 才终结了连胜的势头 包括艾格努等都在的意大利队 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中国队想要敬拜意大利队 还是非常有难度的